变形金刚反派角色实力盘态 第28名 碎骨魔 他是除了威震天与异天敌外 唯一一个敢与擎天柱单挑的狂派官兵 碎骨魔是天生的组合战士 工程兵与杀人机器 与其他狂派成员不同的是 碎骨魔憎恨世界上一切事物 无论是汽车人还是霸天 甚至就连老大威震天他都恨不得将其杀死 虽然他的外形雕害 但是却拥有着非常聪慧的大魔 他的载具形态是一辆不法罗排雷防暴装转车 在收到迷乱发来的集合信号时 他与路障一同在公路上躲接秦天柱的门 老六路障见汽车人人多时对 便让碎骨魔为先锋一探虚实 可这耿直的孩子直接就硬钢起了领袖秦天柱 结果也是可想而知 大柱子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解决 而老六路障更是早已溜至大吉 果然不愧为狗 第27名 边路 狂派侦查与牵制战专家 生性胆小的他喜欢躲在身材高大的罢天火之下 在第二开头 边路与破坏者一同隐藏于废弃的厂房之中 在遭到阿尔西三姐妹追杀之时 寡不敌众的边路只得疯狂逃出 他的载具形态是一样奥迪阿尔巴 本来还能凭借灵活与走位躲避者追击 可当身法战士横炮出场之时 由于奥迪品牌方没给赞抖 横炮一个闪身就将其追杀 手起刀落尖 边路化身的阿尔巴瞬间被分成两样子 可怜的边路也就此领了合范 第二十六名 破坏者 挖地鼓量产行杂兵 他是霸天虎的建筑兵和特风 同样也是组合金刚大力神的部件之一 他的载具形态是一辆特雷克斯矿人液压挖子机 在被人类和铁皮发现之后 破坏者当即变形出击 一路逃亡到高速公路之上 秦天柱从天而降变形拦截破坏者 直接跳上他的头部一阵疏刺 很快就将破坏者打得延延一息 眼看自己在无力反抗 凭死前他只得放出一句狠话